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香蕉超人 欢迎来到我的Vlog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我PokerVlog第14集的视频 由于种种原因 我这里也是有好几天没有更新了 那为了不让喜欢看我视频的观众等太久 我这边寻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私密的家庭牌局 盲住级别是5块10块 不过由于这场牌局进行的时间不是特别多 我也只挑选了4把牌 让我们赶紧一起去看一下吧 同样也是由于第一次与新朋友参与这个牌局 我一开始的买入是买入了常规的100BB 也就是1000 对应金额当然就是如图所示了 今天的第一把牌 我就在Lowjack位置拿到了一首AK草花同色 由于是第一次玩 我也不知道几位新朋友平时习惯的开持尺度是多少 于是我选择常规开持30 令我比较意外又不意外的是 在我开持30之后 Hijack跟注 庄位跟注 大忙跟注 非常习惯的家庭多人底池开始了 翻牌是K19彩虹面 我试探性的持续下注了50 虽然在这个牌面 我大部分时候都会非常高频率的先用这个TPTK在这种多人底池过牌一条街 但是嘛 这个理由我相信我在我的视频中也不是第一次说起了 家庭朋友举又是相对比较小一点的5-10 适当随意一点也肯定是没有错的 在我下注50之后 只有下家的Hijack跟注 其他两个玩家都弃牌 单挑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黑道K 我们的牌力成功提升到了顶名三顶梯 那由于我们手上已经拿掉了一张K 对手虽然还是有一些KX组合的可能 但是总的来说这种组合并不会特别多 我这边更多的还是把对手的牌放在一些类似像十圈十勾这种带一对听顺上 也包括一些翻牌慢打的90辆队 我们也已经在转牌通过这张K成功的实现了反超 所以 不管我们这把牌面对的对手手上是我上述的哪个组合 对我们来说都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取向 于是我继续在转牌下注了半池多一点130 Hijack可能就选择了跟注 最后合牌的掉落是一张空牌道可以忽略的红桃三 那在这个合牌 我这里显然没有任何过牌的理由 因为很明显的 如果我们在合牌选择过牌 对手大量的有消档价值的牌都会随后过牌 我这里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 我在合牌要下注多少 是打轻寻求对手的无奈跟注呢 还是打中引起对手的不信任而把价值拉满呢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460这个大制度的下注 非常幸运的是 对手没有思考多久就选择了跟注 我们秀出了AK之后 对方也是很友好的秀了一下 他是十全不同色 一方面确实是对我们合牌的下注非常怀疑 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个跟注来窥探一下我的范围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今天的第一把牌算是开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好头 今天的第二把牌是我在大猫尾拿到的一个A6红桃铜色 翻牌前的行动是Hijack Open30 装位跟注小猫气牌 我这里可以做一个三拜的挤压 也可以跟注一起看翻牌 这把握选择了跟注三人翻牌圈 翻牌是345两个草花 虽然三张牌都是第一张 但是连接性方面还是非常强的 像装位的范围当中 还是存在一些类似像5667这种组合的 不过好在我们这里多多少少还算勉强有阻挡到一张6 这个翻牌的行动是全部都锅牌 随后转牌是一张黑桃A 给到了我们一个非常意外的顶对 同时也让牌面变成了单2沉顺 虽然在我们大忙的范围中确实可以存在一些2 但是我们这里有顶对A了 修当价值妥妥的了 于是我还是选择了过牌 并且在我过牌之后 Hijack和装位玩家也都继续过牌 继续一起来到了合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红桃2 这就让这把牌变得非常有趣了 公共牌面就变成了12345的一个顺子 但是我们是有6的 虽然牌面的坚果是67 但是在这把牌当中 无论是Hijack玩家还是装位玩家 都是很明显没有67的 所以我就决定在合牌做一个非常有趣的下注 就是零打一个小超值100 让对手觉得有一种在利用牌面炸虎偷吃的感觉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在我下注100Hijack气牌之后 专位玩家推出了他的全部后手400 因为他之前也是刚输掉了一个底池 还没来得及补马 所以后手就只有400了 这里我还以为我要和专位玩家平分了 在我选择跟注之后 专位玩家是秀出了他的手牌是55 说是本来想翻牌中了个顶赛的埋伏一手 没想到最后被发成了面嗨 并且由于之前一把牌也被badbeat了 一气之下就干脆想反all in抢池 没想到是抢在了我们真有六上面 这把牌真的是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幸福来得如此之突然 这边例行公事 奶奶牌来一把 这把牌先是非常意外的 前面几个位置都没有入池 一路弃牌到了我在庄位一看 一对天线宝宝 没得选开持30 只有小盲跟注单挑 翻牌是778两个方片 我们手上的两个a都不是方片的 如果是对上大盲的防守范围 甚至不用我们手上有方片a阻挡 我都不会百分百的做持续下注 但是这把牌对上的是小盲的冷跟范围 一般来说小盲的冷跟范围 往往都会比较集中在一些同色组合 和一些比较小的口袋对子 而在这个牌面 我们唯独落后的同色7X组合 由于翻牌的分布瞬间也是少了不少 因此我在小盲过牌后 选择持续下注了40 想寻求一些小对子 以及听牌的价值 但是现实往往就是这么不如意 小盲随后马上选择做了一个过牌 加注到100 我们显然是不怎么喜欢这个加注的 但是由于加注尺度并没有非常大 所以我也是先轻松跟注一起来看转牌 转牌呢是一张草花圈 不过小盲并没有在转牌继续激进 而是选择了过牌 这边我看了一下小盲的有效后手 差不多是800多一点 而此时的底持是270 虽然看上去SPR还行 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比例 因为我们这里不管下注多少 都可以顺利的成为小盲 做过牌全压的一个跳板 而万一我们下注了 真的遇到小盲过牌全压的 这么一个行动的话 我们的AA无疑是会非常难受的 于是我也选择了随后过牌 免费的来看合牌 最后合牌的出现 就让我们原本担心 有七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了 因为合牌是一张红桃七 这个时候小盲则是选择 不痛不痒的下注了一个超小注 50 那我们在这里面对到 小盲的这个下注 无疑是不会满足的 于是我选择加注到了400 小盲则是马上选择了气牌 那这里小盲的手牌 应该就是一些听牌的组合了 那伴随着牌局的深入 我也是选择偷偷补充了3000的筹码 想着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没想到这竟然成为了一个小小的噩梦 那伴随着牌局的深入 我也是对桌上的朋友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这把牌是一个一直玩得非常紧的玩家 在lowjack位置突然的一个50的开持 我在专位的起手牌是A8同色 那很多时候 我都有可能会在这里选择做一个随bet 但是由于这个玩家突然50的开持 我先选择了利用位置 跟住了这个50 随后大盲也跟住 三人抵持 翻牌是勾85彩虹面 其中有一张是草花 我们击中了一个中队后门花 大盲过牌后 lowjack持续下注120 尺度也挺大的 让我更加确信了 他这边应该拿着一些类似像 可以可以圈圈的大对子 那我们这边中队后门花 并且有位置 跟住防守一条街 似乎是不二之选 于是我选择跟住 大盲也跟 继续三个人一起看转牌 转牌对我们非常美妙 是一张红桃8 我们成功从中队提升到了一个名三顶梯 在这个转牌 lowjack玩家则是只打了280 差不多就是半池多一点 给人感觉他似乎有一点害怕 这张8底气也没有翻前 和翻牌那么足了 那我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可以拿价值的机会 于是我选择加注到了1000 大盲气牌后 lowjack选择跟住 单挑看合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黑桃圈 当我看到这张合牌的时候 心里就已经隐隐感觉不妙了 果然在这个时候 lowjack玩家突然跳出来 零打了1600 虽然当时我面对 合牌对手的这个下注 脑袋瓜子里温温的 但还是无奈的选择了跟住 没有意外的 lowjack玩家秀出了他是90黑桃 成功核杀了我们 我们辛辛苦苦一整场的努力 也就因为这么一把牌被打到了深深水下 OK那今天这场排局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由于时间有限 这场排局录到的素材也不多 在A8输掉之后 又掉了几个小底池 最终的水位是水下2200 不过排局过程还是非常欢乐的 屋主也表示非常喜欢我的配送 下次还要我再来 那我自然是欣然答应 没错 下次一定会来复仇的 那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